台北港110年货物吞吐量较10年前成长近两成 看准智慧物流商机 新竹物流吸手新北市政府 赤字19亿元 与台北港第二产业专用区 新建国际物流及北区转运中心 动土典礼关盖云集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场祝贺 与业者共同祈求工程顺利圆满 台北港经过这10年 我们看到了它的货物吞吐量成长了两成 所以新北市在发展 一定选择整个区块 对哪一个产业备有帮忙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产业 招商的过程当中 除了目标明确以外 用招商一条路快速的配合 所以我们这里要用自备物流 那新竹物流愿意选择新北市 这是让新北市一个新规 新竹物流董事长许玉瑞表示 国际物流及北区转运中心 规划建地上三层 总楼地板面积约6,110平 预计创造500个就业机会 未来权动将导入智慧型输送设备 踩全世界顶级自动化货物分检系统 创造超过5倍的货件处理效能 物流是要朝向AI 朝向智能化来发展 那投入大量的自动化设备 以及高现代感的建筑物呢 过去是一个小时多少 6000件 未来一个小时多少 3万件 再一次感谢我们侯市长 我们的新发会 还有我们地震局相关 还有我们新北市相关 在这一次能够大力地协助我们来 处理我们的事情 新北市进发局指出 招商一条龙 自108年起推动迄今 以协助厂商在新北落实投资216件 投资金额超过4100亿元 创造8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未来将持续与马拉松精神 陪伴企业伙伴 在新北持续扩大投资成果 记者 伦鸿 采访报导